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庆帝皇室大喜雪了 宁财人母子并未波及 有一个善终的结果 大皇子的母亲宁财人原是东夷人 他是庆国与东夷交战时被俘虏过来的 庆帝当时也身受重伤 残留的部队不方便带着俘虏逃跑 宁财人险些被杀头 陈平平帮他说话 帮忙照顾皇帝陛下 这才留下姓名 回南庆的路上 他费心费力地照顾着庆帝 好不容易痊愈 庆帝也颇为感动 预备回国 纳他入后宫 这才怀了大皇子 宁财人入宫也起了一番风波 庆帝当时还没有大婚 就要纳一个东夷女服入宫 太后很是不高兴 叶青梅开了口 宁财人才能入后宫 宁财人深知自己的身份 就算生出皇子 将来也不可能会继承大头 于是他在大皇子小的时候 就灌输不要争夺皇位的思想 反而还教他学武 将来能够领兵打仗 确实如此 大皇子是四个皇子中 唯一一个没有想过皇位的人 几个弟弟 包括太子在内 都喜欢这个大哥 林婉儿从小在宫中长大 宁财人带得最多 他与大皇子的感情也最为深厚 脸人如同亲兄妹 连范贤也被这个大皇子抢过光芒 那次为了躲避靖王爷 范贤带着婉儿和若若来到陈萍萍的成员 恰好大皇子也在 在这之前 他与大皇子闹过不开心 范贤先与陈萍萍说了话话 准备跟大皇子说些歉意的话 一回头 他却险些气了起来 只见自己的老婆正乖巧地坐在大皇子的身边 眉开眼笑地与大皇子说些什么 娘的虽然明知道婉儿从小就在宁财人的宫里养着 等于说是大皇子看着他长大 两人情同亲生兄妹 但看着这一幕 范贤依然是老大的不爽 更不爽的是 连若若居然也坐在下手 兼兼有味地听着大皇子说话 范贤竖着耳朵听了两句 才知道大皇子正在讲西边征战 与胡人征马的故事 亲人好物 大皇子常年戍边 更是民间的英雄偶像人物 竟是连婉儿与若若也不能脱俗 整部剧 范贤难得明目张胆地嫉妒过一个人 就是这个可爱的大皇子 后来陈平平带着婉儿和若若离开 留下大皇子和范贤 范贤与他的一番浅浅交谈之后 终于对大皇子的印象有了些许改观 身为皇子却拥有如此舒朗直接的性情 实在是很罕见 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母出身并不怎么高贵 当年只是为东夷成女佛的关系 大皇子并没有老二老三 及太子骨子里那种权贵之气 反而耿直许多 讲起话来也是铿锵有力 落地有声 并不怎么讲究遮掩的功夫 难怪自己的妻子与这位皇子的交情最好 范贤如是想着 脸上浮着笑容与对方周旋 而听着对方一谈到兵事便兴致勃勃 只好在心里叹着气 他深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在军事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天才 与对方这种领兵数年的实力人物相比 还是沉默是金为好 经过这次交谈 范贤重新认识了大皇子 对他也颇为欣赏 大皇子走后 范贤问了陈平平 这才知道当年的事 陈平平清楚地告诉范贤 东夷人性格爽朗 爱恨子分明 叶青梅帮助过宁财人 宁财人一定会报恩 功力可以相信他 而且大皇子没有夺利之心 二 丁的亲爱恨分明 正如陈平平说的 硬财人爱恨分明 当苦河发现范贤是叶青梅的儿子以后 便将消息传开 不久就从北齐传到了南庆 在陈平平打压之下 消息传得更厉害 又伴随着另外一个惊天动地的谣言 传到了宫里 范贤不但是叶青梅的儿子 也是当今陛下的儿子 看着皇帝陛下和太后老祖宗 却沉默不语 后宫众人猜到了流言是真 如果不是皇帝的儿子 皇帝母子不会容下 那个女人的儿子 皇后与太子紧张地商量着对策 到底怎么样才能干掉范贤 老二爷想着怎么对付范贤 而宁财人把大皇子 叫入自己宫里之后 对大皇子凌然说道 我们东夷之人 最讲究恩怨分明 范贤身世被接 不论陛下还念不念叶家当年的功劳 东宫里那位肯定是容不下他的 你给我听好了 大皇子在外人面前 乃是位骁勇善战的名将 是位壮猛好汉 但在宁财人面前 就像是顺服无比的小猫 下意识地双脚一并 像个小兵一样地立于母亲面前 沉声道 请母亲训下 弱势又不邪 宁财人眉宇间流露出一丝汗意 不管你有什么法子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范贤的性命 大皇子想未想 别硬了下来 对于母亲的意思 他从来没有违逆过 只是心中依然有些疑惑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会对范贤如此回护 竟是命自己要紧时 可以动用手下兵马 这个造反也没什么差别了 如果没有陈院长救命 当年我根本没可能 从北边山水间 跟着陛下回来 宁财人冷漠地说着当年的事情 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 可是就算我活着回到京都 迎接我的 依然只是宫中的一道 易命 我是东夷的女佛 当时没有人知道 我已经怀上了你 当年如果不是叶家姑娘发话 你我如今早已经是两条游魂 宁财人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范贤的母亲 救了你我母子两条性命 当年她出事的时候 你还想 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 但如今不同 你手中既然有了力量 就一定要保住范贤的性命 确实范贤的几个亲兄弟中 老二和太子想杀她 老三对她又近又畏 只有大皇子一直帮助她 还不遗余力地保护她 把她当作亲兄弟 三 结果长公主太子 二皇子夺权失败之后 都相继自杀 皇帝与范贤和五竹 惊天地气鬼神地打了一场 皇帝王五竹能量号 范贤生 因杀的是自己的父亲 范贤心里也受了不少的冲击 大皇子带着母亲和妻子 回到了东夷城 他手握兵权 还有范贤给的四百名黑旗 报仪式平安没问题 属于为数不多的美满节 当然了 这也少不了 他母亲宁财人的功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